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天我做過一期視頻 是關於台灣黑鷹直升飛機墜毀的事件 是關於八名國軍殉難的這一期視頻 這期視頻裡面我講到了有一種可能性 說黑鷹墜落極有可能是因為中共應用電子偶核技術 對於這架直升飛機的操作系統進行了干擾 最後造成了這次空難 今天台灣的運輸安全委員會已經公佈了 這個黑盒子飛行紀錄 根據這個紀錄,飛機上所有的儀表在出事之前都沒有被損壞 而且飛機當時的運輸正常 也就是說發動機等等動力系統是正常運作的 但是在出事之前飛機突然下沉 飛行員想把這個飛機再讓它往上飛,但是飛不動 最後飛機撞毀 運安會公佈的這些情況更加加深了我的懷疑 根據黑盒子的這個紀錄,首先飛行員操作失誤的可能性已經被排除了 因為飛行員在出事之前已經了解到飛機往下沉 而且已經做出了努力想把飛機往上飛,但是飛不動 最後出事不是飛行員的錯誤 那麼第二個是根據黑盒子的紀錄,出事之前飛機的速度是正常的 我去請教過軍事技術專家 他說這裡所說的這個速度主要是指發動機的速度 也就是說發動機在當時是正常的運作的,螺旋槳是在繼續運動的 運轉的,但是飛機卻不能夠往上飛 它往下飛了,飛行的方向已經不受控制了 那現在有一種猜測說是飛機當時遇到了下沉的氣流 這種說法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當天出事地點,烏來山區並沒有特別的天氣狀況 那普通的氣流下沉是不至於把飛機直接壓到地面的 畢竟這架飛機是軍用飛機,它不是風箏也不是玩具 那即使是遇到了下沉的氣流 飛行員如果硬是想要把這個飛機飛上去的話 那是可以讓飛機保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的飛行高度的 那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出在所有的儀表 都正常運行的情況下,飛機卻不能夠正常的飛行了 那也就是說極有可能是飛機被其他的外部力量操控了 那麼什麼外部力量通過什麼方法可以操控呢? 黑鷹直升機雖然不是空軍作戰用的戰鬥機,只是運輸機 但是它裡面也有很多先進的儀器 很多控制系統都是數字化的電子控制系統 按照中共現在的技術能力 它只要知道了這架飛機的準確的路線和準確的時間 它是完全可以對它進行電子干擾的 擾亂飛機的導航系統、通訊系統、還有操作系統 當然了,我們最後還不能夠得出準確的結論 只不過是從現在的信息看起來 中共下手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大了 這種判斷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有 其他的人還有這種判斷的 比如說昨天台灣總統蔡英文就已經搬到了國軍聯合指揮中心 橫山指揮所就是台灣最高的軍事指揮機構 她到那去不僅僅是要去調驗這些殉職的將士 調驗殉職將士可以在總統府做,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她去那個地方就是要防備突如其來的武力攻擊 這也就說明台灣政府現在已經意識到中共發動戰爭的可能性 已經進入了備戰的狀態 那美國的在台協會他們也下了半期 這個下半期不僅僅是表示哀悼,也是一個信號 國軍的損失就是美國的損失,如果中共在這個時候想武力犯台 美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那現在從中國大陸的情況看起來好像他們沒有馬上 就要進攻台灣的這種意識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認為既然中共沒有發動這場戰爭 那也就說明了這次空難,不是他們搞的 如果是他們搞的,那他們就應當馬上趁機 趁台灣總參謀長出事的時機向台灣發動進攻才對 那這種邏輯不正確,這是一種單向的線性的思維 有可能中共製造這次事件,但是它不馬上發動進攻 而是要等待台灣,公佈了調查結果 最後整個台灣群情激憤,大家一起譴責中共 甚至是要跟中國決裂 然後中共站出來,否認說這不是我們做的 然後他們再向中國的老百姓,向中國解放軍說 這是台獨分子,要故意抹黑我們 他們要搞台獨,他們馬上就要搞台獨 這個時候他再進行軍隊總動員,全國總動員 這樣子他再進攻台灣是不是就更有利了 那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今後半年一年之內 他們可能還要進行幾次這樣類似的動作 針對台灣軍隊將領或者是台灣高級政治人物的 這種高階政治人物的這種動作 那個時候台灣政府剛開始的時候 馬上認為他們馬上就要開戰了,狼要來了 但是中共沒有開戰,狼沒有來 那等到幾次之後,台灣的軍隊和政府放鬆警惕的時候 他們就真的搞突然襲擊,狼就真的來了 這是極有可能的,大家要知道兵不厭詐 中共雖然治理國家,治理軍隊都不行 但是搞暈謀鬼氣,那絕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 對於這個頭腦簡單的,思維單一的人 來說這是很難預測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現在中共對台灣已經是勢在必得 而且他們已經制定好了時間表 就是在中共建黨100週年的前後 也就是2021年前後,隨時都有可能進攻台灣 這個道理我在上一期的視頻裡面已經講過了 在這裡就不再贅述了,今天我想講的一個問題是 就是面對中共武力犯台的這種威脅 台灣政府除了高度戒備之外 是不是還應當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軍事上的 這個布局方面的這種調整 以減少台灣的這個損失,增加中共武力犯台 轉嫁國內矛盾的這種難度 我在這裡想提出一個想法 供台灣的朋友來參考 我過去認識一些台灣的政治人物 跟他們也曾經談過,探討過這個問題 多數人認為這個思路是對的 但是政治上不正確 他們怕台灣老百姓接受不了,所以說不敢提 我不是台灣人,也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不用擔心政治正確不正確 我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再說我在網上有很多網友 這些網友裡面台灣人不少 台灣又是個民主社會 先由民眾來發起討論,形成民意上的共識之後 政治人物在順應民意操作起來就相當簡單了 我想提議的事情就是把金門和馬祖設立為 兩岸和平交流區,把國軍從那裡全部撤離 我認為這是在中共武力犯台之前 台灣一定要採取的一個步驟 下面我給大家說一說為什麼應當這麼做 第一個原因就是,第一個理由就是 在現代化戰爭當中,金門馬祖很難防守得住 甚至可以說根本防守不了 因為這兩個地區離中國大陸太近了 尤其是金門和廈門全州隔海相望 最近的地方只有兩公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 台灣海空軍對於共軍是佔有絕對優勢 所以說共軍不敢爭奪這兩個地方 因為他們知道奪取了之後也會被趕走 至少他們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 中共他們主要發展的目標是搞經濟,不想打仗了 現在他們又想打仗了,又想統一台灣了 而且他們現在的海空軍也有相當大的發展 至少是針對於金門馬祖這樣的近海作戰 他們完全可以依靠數量上的優勢取勝 台灣政府實際上早就意識到這兩個地方守不住的 就拿金門來說在五六十年代 金門的國軍有十萬人 到了八十年代下降到五萬人 到2007年守軍只有七千人了 2014年減到了只有三千人 就是象徵性的 你靠三千人能防守得住那個地方嗎?當然不行 那共軍要想打他,完全可以靠火力優勢 把這三千人完全壓制住 然後再從四面八方登陸 包括閃兵從天而降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只有三千人的軍隊 你怎麼都抵抗不住這種進攻的 所以一旦戰爭爆發,這三千名國軍將士 要不就是殉國,要不就是投降 任何一種情況發生了 對於台灣,對於台灣軍民的士氣都非常的不利 那馬祖的情況也跟金門是差不多 離大陸稍微遠一點,但是也只有十來公里 很難防守 從金門馬祖這兩個地方撤軍的第二個原因 就是這兩個地方從現代戰爭策略上來講 完全不需要防守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台灣防守這兩個地方 主要是想把它們作為戰略前線 那個時候共軍要想打台灣必須得先突破這兩個地方 然後才能夠進攻台灣 現在戰爭形態已經發生變化了 那共軍他們可以直接的向台灣本島發動進攻 比如說先用大量的飛彈轟炸台灣 然後再派空軍在海峽上空或者台灣島上空進行決戰 如果空軍取得了制空權 那麼海軍就可以渡過海峽到台灣登陸 在金門馬祖這兩個地方駐防的這幾千國軍 根本起不到任何阻攔他們的作用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不僅不能夠阻攔共軍 而且還會被共軍用來作為進攻台灣、擾亂台灣的工具 比如說共軍如果攻下了金門馬祖之後 就可以藉這兩個地方國軍的編制來把它們組成偽軍 然後讓他們進攻澎湖或者是登陸台灣 作為先頭部隊,強迫他們成為共軍登陸的人肉盾牌 那樣的話這就是給國軍將士造成很大的士氣上的打擊 那麼第四個理由共軍攻打台灣本島難度很大 那有可能打敗仗,一旦打敗仗習近平的地位就很難保了 他在黨內軍內的這些反習派就會群起而攻之 但是如果習近平他不打台灣,不打澎湖 他只打金門馬祖,他就可以完全可以取得勝利 那麼他就可以對內欺騙中國老百姓,欺騙中國的軍隊 說你看我英明領導已經打了勝仗了 這個時候他的威望就會大幅度的提高 他就可以順勢來加強他對軍隊的掌控 然後在軍隊的支持下來實行軍管 然後通過這種辦法他就可以達到 轉移國內矛盾的這種政治目的 只要台海戰士一直持續下去 他的軍管就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直到最後西家王朝政權滾固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的老百姓那就悲劇了 那就不得不多忍受幾十年的獨裁統治 那個時候台灣人民也就會很難受了 因為兩岸之間形成一個長久的戰爭狀態 只要中共存在台灣就永遠處於 中共的飛彈和核彈的威脅之下 那不是非常難受嘛 要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很簡單的一個辦法就是 把金門、馬祖設立為和平交流區、非軍事區 把國軍全部的撤回來,撤回澎湖或者是撤回台灣 然後向全世界、向全中國宣佈 這兩個地區是不設防的 這樣做有很多很多好處 比如說第一個好處就是 讓這兩個地方的國軍都安全了 大家不用再殉國也不用投降了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讓金門、馬祖的這兩個地方 老百姓安全了 因為中共即使是想佔領這兩個地方 也不用打仗了 不打仗也就不會出現平民的傷亡 第三個好處就是加強了台灣澎湖的國軍的防守力量 現在台灣國軍的人數不多,一共只有18萬人左右 那麼在金門、馬祖這兩個地方就駐紮了好幾千人 這幾千人撤回來之後 台灣國軍的這個戰鬥力肯定會有明顯的提高 台灣就會更加安全 第四個好處就是不讓中共得到好處 不讓中共通過佔領金門、馬祖取得政治上的好處 前面說過中共佔領金門、馬祖之後 他就會宣佈取得軍事勝利了,然後搞軍管 如果金門、馬祖是不設防的和平交流區 是非軍事區,那麼中共佔領這兩個地方 也就不能成其為軍事上的勝利 習近平就不能夠因為佔領這兩個地方而得到軍隊的擁戴 那麼在國內的軍隊和國內的老百姓就不會給他加分 而在國際上他會因此而受到全世界的譴責、全世界的制裁 會受到更加強大的圍堵 這在國際上是給他減分的 內部得不到支持,外部又遭到了巨大的壓力 那習近平這個政權還能夠維持得下去嗎? 那在各種民變、兵變、政變就會相距發生、相距爆發 那麼中國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變革 所以說如果是從軍門、馬祖、撤軍 這兩個地方看起來好像是堡壘、軍事堡壘 但是實際上非常脆弱、容易被攻破 但是如果把這兩個地方變為和平交流區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巨大的政治陷阱 中共膽敢進入、膽敢佔領 那就會掉進這個陷阱,最後不能自拔 最後死在裡面,所以軍事上不設防 就是政治上最好的設防 那現在中共已經進入了王朝末期階段 內部矛盾越來越大 對外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 台灣就越來越危險 所以說希望台灣能夠儘快地做好各方面的佈局 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巨變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能夠在台灣的各種媒體、各種自媒體上面 討論我剛才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討論我的建議,希望台灣人能夠闖過這一道難關 上天保佑台灣,上天保佑中國 今天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